那我还想问您的就是 您从最开始跟别人学到现在 有这么多记忆上的创新 未来您对于同湖茶艺的创新 目前还有哪些想法 其实我有两点 第一呢 我就觉得我们中国的茶艺 真是很美啊 它是一个载体 它可以融入书法 音乐 绘画 就是我想把我们这个 传统的记忆啊 通过我们现代的科技 让它更美 更有魅力 展示出来 给世人看到 这是我的 第一个理想 然后第二个理想呢 这些年我们也经常到 全世界各地去演出 现在在茶馆里面就没有了 这个长州好像拖累了它的本质 所以我得想有一天 还是让茶艺回归到茶馆里面 回归它的本质 今天非常高兴在这认识你 未来我还期待着 能不能把我们很多经典的文化故事 刻在 画在 绘在我们的铜壶上 让这小小的一把壶 能够浓缩人间精华 能够传递出 不仅仅是淡如水的 白水 非常好的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今天的工作高手 曾晓龙老师 感谢您 卖腿 走 一 二 师傅 这个插壶的壶嘴 怎么这么长啊 第一呢 是为了不打扰客人 第二 是起到降温的作用 我们继续练起来 嘿 嘿 嘿 师傅 我怎么才能成为高手呢 练多了 你将来就是高手了 我们继续练起来好不好 嗯 要的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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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师傅这个壶好烫啊 不烫怎么把柴鱼冲得开呢 来 我们继续 好的 走 嘿 一 二 哎呦 三 师傅这个壶好重啊 这动作也太难了吧 难者不会 会者不难 练多了 它就不难了 看师傅给你练起来 有的 嘿 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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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最开始的讲解员 然后做到PMO 再到现在的项目馆里 这样一个岗位 你在历史博物馆 当讲解员是吧 嗯 对的 当时多少人报名 最后选了多少人 具体多少 我其实是记得不太清楚了 因为当时 我们是在一个很大的教室 可能一排有将近20个座位 然后实际排的样子 密密麻麻的 暴露笔的话 可能就在白笔一直上了 那能不能现在急性地 给我们来一段呢 可以 可以吗 来 我们掌声欢迎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深真鱼 非常欢迎来 大家来到陕西历史博物馆 接下来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 陕西是十三朝文明古都 自古以来历史文化悠久 非常丰厚 那眼前呢 我们所看到的这件文物 是我们陕西历史博物馆的 镇馆之宝 叫做香精瘦手马脑杯 非常漂亮 这件宝贝呢 是非常的珍贵 1970年何家村教藏之后呢 被列为我们珍宝馆之中的CV 也是目前唐代唯一的一件 翘色玉雕 所谓翘色呢 指的就是 马脑本身的颜色 及其材质 纹路走向等 非常考验我们工匠们的 一个技艺 以及巧思 那我们看到呢 这件马脑杯 其实它的整体造型啊 是一个弯曲的形状 通体颜色是红色 白色 红棕色 相互缠绕而成的一个 铲丝玛脑 这个玛脑是天然的 不添加任何的人工色素剂 所以是叫做翘色玉雕 那工匠呢 非常巧思的 把这个玛脑雕刻成一个 弯曲的 瘦手 杯状的一个形状 一端呢 口径比较大 有两端足用于饮酒 另外一端是一个 羚羊角的一个形状 并且呢 在羚羊口部 留了一个余地 就是可以让液体揉出 加入了一个金色的塞嘴 可以说这个金色呢 跟我们整体的 玛脑颜色是非常适配的 包括这件 相亲射手玛脑杯呢 也是我们中国首批 禁止出国 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 是不可多得的珍宝 谢谢大家 先丑了 您表演这个 铜壶茶艺 我们刚才都看到了 功夫很深 水平很高 再挑战一个 更难一点的动作 更花哨的动作 可以吗 其实我可以来一个 花哨的动作 但是不一定成功 我如果失败了 就再来一次好不好 没关系 只要您敢于挑战 我们永远支持您 掌声 请不吝点赞 先请曾老师逐一的 教授一下 他们最基本的 倒茶的动作 先来一个最简单的 一个动作 拿到这儿 然后拿到这儿 然后女生教会 就拿一个温柔一点的 然后这个脚交叉 然后就是 一二三 像这个道德丸里边 拉长 降弧 收 就收到了 你得快收 快收 又不甩出去 一下就下去 一二三 一二三 好动完 拉长 往下降一点 往下降一点 收 好 来我们接下来 让总能证 往下来 拥一下啊 然后你再来一个 稍微有一点 阳刚之气的吧 这样拿着 公布 这个斧放在这里 那个手背起来 这个胡嘴对住完 一二三 看对住完 拉长 好往下蹲一点 一二三 这个动作帅哈 哎 好 一二 对 一二三就转过来 这个手背起来 背在后面 来 一二三 到 快 你眼睛看完啊 看完啊 眼睛看完啊 你呀 现在不是对不准的问题 你现在是这个大小脑平衡和协调的问题 哎 哪个公布 好不好 好 一二三 到 下呀 哎 稍等 听我说啊 老总 听我说啊 这是左 知道吗 这是左 三二一 头向左 虎也向左 明白吗 看着这儿到 好吗 我刚好 哎 那你就倒人家两个了 准备啊 一三 二 一下 哎 很好 拉长 哎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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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珍妮 我给你个 怀疯抱怨的动作 哎 大家看啊 珍妮拿着这把壶 气质 感觉 就立马不一样了 雨霞 冬犯 然后 然后放在这儿 放在这儿就可以了 然后交叉脚 看老师也会学 对 你看啊 你看交叉脚 这样放过 然后一 二 三 拉长 哇 有点林妹妹的感觉啊 对 一二 大 快点 太慢了 哎呀 挺好的 哇 好看好看 你可以快一点就 快点了吗 还上一分钟 快点 还下 来 十年龄 十年龄啊 哪是那么简单呢 三就拉起来啊 造给咱们看赏新月幕 最后是多少 一二 三 哎 非常好 哎呀 哎 好 那接下来我来考考大家 看看我们桌子上摆的这三个茶碗 有讲究 一个碗这样 哎 好 一个碗这样 打开盖子的那个茶碗是要加水蓄水 我知道一个特别土的说法叫盖碗茶 就是这个的 对了吗 对对对 我以为 人家小叶身高和智商都一样的高 我们把掌声送给小叶 真的呀 还真让你蒙对了 蒙对了蒙对了 摆在我们桌子上的虽然摆放的方式各有不同 但它统一的名称叫盖碗茶 所以刚才我特意拿起来大伙你看 我喝的时候啊 我也不太专业啊 但是我看过 你这个动作是不太专业啊 我这肯定不专业啊 断着这个碗 然后这个手拿着这个盖子 这个手拿盖子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盖子 刮一刮 подар会浮一下 然后就锁起来就这样就喝了 然后其实 DX也可以像这样 留一个小缝 然后呢像这样单独这样拿起来 就这样锁起来 就这样锁起来 这样喝也可以 这个就没这么压实 这个压一点 大老师做锅要确实 뿌� merc 把那个茶沑刮掉 对对对 就是那个 1800 茶碗的白法应该是代表不同的含义对不对 能不能给我们普及一下 这个我们叫茶语 这样放在上面放了一片树叶 猜一下这叫什么 蘸味 对对对 哦猜对了 那这个叫什么 我觉得这叫我不喝了不用再去了 我知道 这个叫人走茶凉 来曾老师您公布答案吧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拿着茶会走过去 像这样我们就不用给它加水了 曾老师这个得有流缝吗 一流缝和不流缝都没关系的 其实如果懂得他会留一个小缝 他这样留个小缝不会把茶也闷死了 这个就是情无打扰的意思 看下一张图 这是加水 换一泡新茶 我觉得就是直接让加水吧 加水 来请曾老师公布正确答案 就是蓄水的意思 来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曾小龙老师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 第一次样 很多人觉得我们长椎湖 占到冷水 你看好喽 长椎湖湖茶是技术 也是艺术 需要拿一袋传菜 十五年轻人 加油 非常厉害 我装一瓶子软湖了 耶 师傅我是装一瓶子 哇 你还要装一瓶子叫鸭 嗯 来吧 踢起来 从后面绕过来 耶 对了 走 回 起 来开喽 老茶 不管是多么选的菜 其实都是为了这一杯茶 长椎湖湖茶艺 是我们四川的民宿 非无止以外在想 我一定要让这个记忆串持下去 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 哇 真是 没有想到一个简点的倒茶变成了艺术变成了美 在视频当中我们也看到了 您有很多小徒弟 现在跟您学同湖茶艺的年轻人多吗 其实我教的徒弟来自世界狗地 然后到现在为止 教了四百多个徒弟了 可是我们每次到外面表演的时候啊 就是刚才家老板有谁的问 那你在那湖里面是开水吗 还是冷水 就很多人都指你 我们就不能玩开水 实际上这个长住湖的本质 就是倒开水吧 包括我自己觉得茶馆里边跟人家倒茶 倒了很多年 你如果用冷水去倒 怎么把茶也冲得开嘛 所以我最后就创业了刚刚那个火壶啊 对 我就想问您 这个是您独创的吗 这是我独创的 就是我告诉观众 一人赤裸裸地感受到那湖里的水就很滚烫 就让你感受到 我就不用给你解释了 然后我今天给你解释了 明天给他解释都解释不完 所以我就说就创业这个火壶 让观众能看到 然后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晚上也挺强的 而且我觉得刚才火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什么呢 大家似乎觉得喝茶是白天的事 但是在天气炎热的夏夜 我们也经常会好友聚在一起 三三两两地喝茶 纳凉 在晚上如何有艺术性地能够观赏到同湖茶艺 曾老师绝对是有创新的人 他把这个壶燃烧起来 用这种火壶的表演 让晚间的品茶 在视觉上有了更强的冲击力 很好 这姑娘的表达特别给她加分 在绝大多数公司里头 才艺表演就是刚才杨蓉说的 就年会上去可以给大家秀一下 不一定拼的是专业 拼的是勇敢 但是回过头来啊 我有一个感受 我觉得小深特别想把今天的面试变得完美 但是我想问问徐磊 你觉得进行到这儿 他达到自己的目的了吗 其实我觉得他反而是不怎么包装的 包括他前面的那个文物讲解啊 这些其实还挺天然的 他原来在岗位上怎么做 他就还是怎么做了 我反而觉得你要应聘的岗位啊 你确实还够不到 因为我估计你在做PMO的时候 其实在那个小组里 你可能还是一个助理的角色 并不是 就那个基地 西安的基地就是我在管 等会儿 西安的基地都你在管 你还是个实习生 就只待了一年 你这个公司确实像你 如你所说制度不完善 因为你在简历里写了 因为制度不完善 对 是这样的 姑娘 你认为你自己经验足不足 如果说这个足不足 它一定是有一个标准的 那就看这个标准是什么了 我觉得跟同龄人相比 我是要比他们好一些的 那你觉得你今天到非你莫属 来找一个制片项目经理 你具备在这个平台上 项目经理制片的经验吗 我觉得具体还是要看行业吧 因为不同行业 虽然说做项目经理会有一些流程上的相似 但岗位不同 肯定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 你认同我说的话 你也觉得许磊说的有一定道理 那矛盾点就来了 你为什么要到这写项目经理制片呢 我是不太想一开始就把自己定位在助理这个角色 就如果说您觉得我可以做经理 那我觉得也不会辜负您的期望我尽力去做 所以我必须要追问一个专业的问题 就是在你刚才讲到做PMO的这个岗位上 你认为你自己更擅长 从目前的阶段来说 是偏商务还是内部的统筹管理 因为他决定了我要不要给你留灯留岗位 我觉得更偏向于内部的统筹管理 因为我们是有商务的 好